这何俊真他妈的不愧死也死真的 他现在真的好厉害 不是我叶峰兄弟太难了 话说最近何俊5S 这个名号是吵得非常的热 有些人还说他要挤进4S了 其实何俊他即便厉害 跟S也没有任何一毛钱关系 这不是说他的实力不被认可 而是你要创一个新的时代 你要如果说能够跟这个什么 灰K比肩的话 你要再创一个名号叫什么三大魔王 把这个叶峰还有何俊能不能踩在脚下 但是你要打赢灰K 那可能要打到55K左右的话 那是相当难了 你是会跟他长期打胜利 有55K的这个水平 你才能说我已经是三大魔王之一了 不然的话就不要去抢什么4S的名号 4S名号就像四大天王一样 即便他们已经过气了 不会说五大天王的这个称号 没有这个说法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何俊 给他一个名分名号的话 你们就想一下 该搞一个什么新的名号 跟S没有关系了 好像扯的有点多了 看比赛吧 这个比赛是选制一个抢时的对局 我记得好像叶峰这一局 是拿了三分 得了一个三分天下的这个称号 叶峰叶峰三分天下 好这局跳一之后想打一个巧招 落地以为有这个消风的这个后手啊 但是人家看得很准了 直接你过来下盘空了是吧 我就直接掏下盘了 代毕杀了 然后叶峰这边其实在两年前左右 跟何俊打呢 随便打是吧 随便玩 但现在的话就因为何俊这边肉眼可见的进步 基本上要跟叶峰打已经 反正现在最多就六四开或者五五开了 他可能略胜一点或者就是平局 有可能还有时候打不过 因为最近何俊真的很强啊 而且叶峰我发现他这一局啊 你是没看到后面啊 看到后面的话 他都不上巴赫马了 他直接把这个八神都换掉了 上了一个大门 很不可思议啊 这肯定不是叶峰说 哎呀我 我不认真打了啊 他肯定是发现 我这个角色怎么打不了你啊 我看一下其他角色试一试啊 但是发现换了之后也是不好用啊 踩一小再踩再踩 哎哎这波疯了 好再跳些 哎打晕啊猴子 猴子是非空中一套打晕人的 这个也是挺少见的 全都是拳脚啊 可见和这个拳脚也是挺厉害的 力回攻击很强 一个跳踢抓到 跑过来之后 哎踢 突然的一个下踢踢的很及时 把千鹤压在半边 嗯再一次放的啊 跳逼之后后一逼啊 跳逼之后他觉得距离不好 他的这个预警能力很强啊 我觉得我这一招出完之后 这个距离是把他抢不了招啊 或者有点危险 我马上跑一逼啊 我马上躲掉 所以说告诉很多人的话呢 他除了很爱惜自己的这个血量啊 而且也是有这个风险的预判能力的 我这一波还好啊 危险 他这个跳逼如果时机不对的话 会被一个卖血刷了 但是他还是抢到了这一招 卖血刷 再杠 这一把的话看到 比分已经是6比1了 这个 对风刚刚过了这个国庆节 还想要过一个儿童节 好这下死了吧 好我们看二发 猴子 打马力 好这一把落地 有点问题 危险 好下盘 我现在下盘看得很精准 而且叶峰呢 就偏偏非常喜欢抢空 你抢空的话 遇到一些上偷下盘的反应很快的 你会吃亏 所以说他后面的打法要跟何俊 打出一些什么好的战绩来 估计得改变一下了 他这把看到了吗 已经不上 已经不上八神了 你这个大门笔老K 可能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怎么打 这波很明显 有点远了 有这个折的机会 逆向还是怎么说 好火源想要打一项 想得太多了 好再抓 可以哦 暴个气呗 好直接一脚踩一倒 不错哦 那大门好像有点优势 你看你看他跳来跳去的 很危险 突然就抓到了 就赢了 关注秀秀 不易走得哦 好